不過現在呢 治療新冠病毒 臺灣學者又有重大的發現了 中醫院團隊呢 將拿來戒酒的藥物 雙瘤輪和治療 躁鬱症的伊布希 和現行治療新冠病毒的瑞德西維 合併來使用 可以有效的抑制病毒 而就算是變種病毒 一樣有防禦的能力 目前呢 這項研究已經登上了美國期刊 而國內的感染科醫師呢 就說如果能夠儘快的通過 這個人體臨床試驗 對於疫情的控制 將會有很大的注意 藥物不只能拿來治酒飲 現在還被中研院團隊證實 能有效對抗 不斷變異的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的蛋白結構裡 有許多不穩定的新離子 維持病毒活性 學者發現藉酒藥物 雙瘤輪和遭遇症治療藥物 伊布希 能有效瓦解這些新離子 和瑞德西維合併使用 抑制效果還會更好 好處是因為這個藥物 已經被核准了 所以它人類的使用經驗很多了 安全性也很清楚了 所以一旦它發現 它真的對新冠病毒有效的話 你拿來用安全性 跟法律上的顧慮就很少 老藥結合讓治療解方露出一絲樹光 不過感染科醫師提醒 這項研究還要經過 多方測試 這還是要做臨床試驗 你還是要證明這兩三種用在一起 不會有什麼不可預知的副作用 再來這兩三種藥的比例要怎麼配 才是效果最好的 用下去以後到底可以把病毒量控制 減少多少 研究團隊表示這兩項老藥都很便宜 容易取得 若後續更多人體實驗被證實 安全無餘 在全球努力和變種病毒抗戰的當下 將會對抗疫帶來許多注意 華人新聞 蔡天明 林志淳 台報道